那么也曾经担任过这个总统的就是陈水扁 今天的状况他说呢他赞许了他的儿子 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虽然他这样子讲 但他媳妇却是显得相当的忐忑 媳妇呢也就是黄瑞静 在今天跟他的丈夫陈之中 见了他的公公呢 陈水扁之后出来终于心中放下了一个石头 他说他非常感谢他的公公啊 陈水扁原谅他原谅他什么呢 就是说呢他们做认罪协商的这个部分 有记者问到说 中国时报头版写的这么大说 你们这样一个认罪协商 好像在陈水扁的背后捅了两刀 这样的一个状况 黄瑞静的回答也相当妙 他说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我父亲其实在1月6号的时候 他就说他有写一封信给我 然后他内容里面就有提到说 就是我跟我太太年轻人来日方长 所以他勉励我们说可以放空 放空一切 放手做自己 然后可以重新出发 从头出发 所以他刚刚跟我说 他很欣慰说 他跟我们新友灵溪一点通这样 所以这大概是他跟我们阐述他的心情 希望灵溪点通的部分是否认为这个部分吗 就是他希望我们可以 可以重新出发 从头开始这样 放下一切 那个陈姓总统提到什么吗 聊到什么吗 没有就是 很高兴就是我亲耳听见爸爸 他对我的谅解这样 那之前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你有特别提到说 很担心说如果这整个案子 你们两个都入狱的话 你最担心的是小孩子的这个部分 陈姓总统有针对这个部分跟你聊到吗 为什么会主动早上媒体说要接受采访 您之前说对不起工作是什么 就是我知道我这么做会对他们有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也很感谢我婆婆对我的宽容 对 今天中国记报也说 编的律师团觉得你们这样认罪 好像是在他身上捅了两把刀一样 那这是比喻啦 就是跟我心里的感受是一样的 对啊 就是他觉得 那只是 就是跟我心里一样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妈妈 所以父亲那边的律师有跟你们联络过 觉得说你们这样做法 对他来讲好像不是很好 没有 好像没有跟我们联络的 好谢谢 谢谢 二零一方面